音樂音樂 我們這一堂課呢 就回到上一堂課 我們要講 BTE Part 2 OK 所以這麼重要而漂亮的東西 就只講一堂課後來都不講了 我覺得其實有點對不起你們 所以我們決定回來 就是重新真的好好的吧 所有東西全部都上完 然後你就突然發現我們的課程後來的設計 其實有好多equation這樣 比如說你們就將學到 Fucker-Plank Equation 然後你們也將學到 Einstein Relation 然後你們也將會學到 Navia Stock Equation 那最後最後最後一堂課 你們才終於沒有人名叫 Quarter Transport 那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都真的非常有趣這樣 那可是也都蠻難的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有問題的話 希望你們在上課就直接打斷我 好不好 那基本上 從現在開始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會脫離你們的課本 再走 所以如果你不抓住我的話 最後我不知道講到哪裡去 那是你們的錯不是我的錯這樣 要記得這件事 好不好 好 所以Boseman Equation Within Relaxation Time Approximation 是長這個樣子的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有一個 Explicit Time Dependence 就是 加上 Velocity dot 對R的gradient OK 再加上 External Force 對 Momentum的gradient 就等於 負的 對不起 F 減掉 F0 所以 這個equation 其實本身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它其實告訴你幾件事情 它告訴你說 如果最終你想要用一個 Semi-classical的方法 在face-base-base去描述這個系統的時候 那不要忘記了 這一個Semi-classical的 F-R-P-T It actually normalizes to end not one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事實上 基本上 correlation effect其實是被忽略掉 然後整個是長這樣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一項其實是告訴你說 整個系統怎麼relax到一個 所謂的 equilibrium 的F0這樣 那我們這堂課才會真正的跟大家講說 F0其實必須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那你這樣全部把它寫完之後 你就突然發現 熱誤沒有白學 因為F0其實事實上 就是說 Boseman equation 你現在或許看不出來 它其實隱含了前面 我們好多章節講過的 equilibrium condition 那你看一下就是說 F對R跟P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這是非常有趣的 今天其實如果你給一個外力的話 它其實通常會改變什麼 它其實通常是跟 這個System的 momentum distribution這樣 是連結在一起的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這一個系統 如果這一個系統 它有R dependence的時候呢 通常它會做什麼事 它會事實上 couple到這個系統本身的Velocity OK So let's talk to something pretty cute 也就是說 在比較正常的邏輯上 雖然這個東西是這麼的對稱 通常是 如果你Diffusion有 Special Variation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造成 這個東西會動 那其實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這是什麼 其實這一項就是Fixed Law 大家看得出來嗎 那這一項是什麼 這一項其實就是 你以前學過的Conductivity 就如果你今天有個外力的話 或者外場的話 它事實上就會造成Momentum Shift Momentum Shift就會造成Current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事實上它們的Origins其實不太一樣 這是為什麼你們課本把它混在一起 其實嚴格上來講其實真的是錯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的DFDT 有一個Explicit Time Dependence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事實上就會有Dynamics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 就我沒有highlight起來的 通常是最困難的地方 也是我們常常忽略掉的 那這個到最後最後 我們去講Focker-Planck Equation的時候呢 我們會回來再看一看 這個Time Dependence 就是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這堂課呢 就是回過頭來再繼續看 我們的Example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一個系統 然後我今天是 加一個外場的時候 我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你今天有很多Particle Enforce Implicity 你Assume這個Particle 它的N OK as a function of RNT is actually just some constant 可惜呢 你今天有一個外場 比如說有個External 然後 the electric field OK 所以這個當然會induce一個 External force which is minus Q gradient V OK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你怎麼去把這個東西 的Current算出來這樣 好 所以這是今天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First one We need to guess F zero OK 那不要忘記F zero 因為它當然 你當然可以快樂的把它寫下來 But the whole point is that This is zero and OK R跟T的dependence 事實上都會不見 所以最後呢 其實 你大概可以猜想 其實 如果今天 我沒有加外場之前 它其實應該就是 Exponential 1-mu 3-tel 加上1分子1 Right So that is actually your F zero So this is relatively simple 所以這個很簡單 好吧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開始去算 Current Or we can say compute current density 那因為它其實事實上是一個 vector 所以我們現在會用一個一個的component把它寫下來 所以首先第一件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A Component JA 那你可以先用猜的 JA的話其實應該是什麼 其實應該是 Charge Q 再乘上Density Particle Density 最後呢 再乘上一個什麼 乘上一個Drift Velocity Right 所以你用猜的大概可以猜得到 說它其實應該長這樣 那 We need to be more specific Q的話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假設 Carrier只有一個single species So it's just Q Density的話呢 你在這邊就要稍稍的 聰明的運用到這一件事情 看一下 如果在這邊出一個1 over V的話呢 這個事實上就是1 over V which then give you density 那可是因為不是所有Density 它其實有不同的distribution 它其實事實上 不一定會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你應該把distribution function 寫出來 而不是直接寫下Density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to get the dimension right 其實是Q除以V 1 積分 B三方R B三方P 除以2piH bar的三次方 再乘上F OK 然後最後的話是什麼 乘上Drift Velocity 那Drift Velocity 這個就變得簡單 因為你其實現在是用一個分佈的概念 所以你只要知道說 那個位子R 那個位子P的時候 它的Velocity是多少 那因為我是算A Component 所以這個就是A Component 所以這個 是我們算整個Conductivity 最重要的一個公式 就是說 你的Current along A Component 可以被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它可以繼續被化解 因為在這邊 其實我們假設什麼 就是說 在整個流動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我並沒有讓Density 有Special Variation 所以它其實比我們上一堂課 算Diffusion 來的簡單非常多 這一個F解出來之後 會不會有R Dependence 我還沒解 可是就是你猜一下 它會不會有R Dependence 它不會有R Dependence 所以意思告訴你說 這個第三方R可以怎樣 先積出來 所以它就跟V消掉了 OK 所以這個 最後就變成是一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公式 就是你今天去算Current Density 前面有個Q 再來的話 是D三方P 除以2πH bar的三次方 OK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算電子 它是有Spin的話 在這邊 要加一個2S加上1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乘上FP OK 那如果是在SteadyState的話 它不會有 Time Component 然後最後的話 再乘上一個VA So this is the simplified result 那大部分的狀況 因為其實事實上 我們是在看Electron 或看Hole 所以2S加1 這個Component 其實大部分就是2這樣 OK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現在唯一需要去知道的 就是這一個 就是FP到底怎麼算 那FP怎麼算呢 答案就在這邊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有這麼多項 對不對 那這一項是多少 這項事實上 是0 因為我們在算什麼 在算Static State 所以我不是在算說 我一開始接一個電場之後 它事實上 它們本來是平安態 然後後來會開始變成另外一個狀態 那這中間其實會有非常奇怪的過程 那你對那個過程 就是先自我放棄 就是我不管那個過程 我只是說隔一陣子 至於隔一陣子是什麼時候 隔一陣子通常是指 隔比Talc還來著大的時間之後 這個就會消失這樣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這個導線的密度 本身是均勻的時候 其實不會有Diffusion的Contribution 所以事實上呢 這一項也會是0 那你最後剩下來其實是這一個 你這一個的話呢 External事實上是多少 其實事實上就是Q1. 這一個Gradient P F 就等於負的1 over Tau C F減掉F0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構 其實事實上 跟我們之前解的 是非常非常的相像 你可以直接把F寫下來 對不對 你就把負Tau C分之一 直接移過來 所以它變成負的Tau C Right 那再把這一項移過來 所以它事實上 F是等於F0 再來的話呢 是 對不起 減掉 Q Tau C OK 然後再來呢 是Gradient P 然後這裡是F 可是我們已經用過這個Trick了 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寫成Gradient F0 然後這裡就變成差不多等於 然後再DOT1就好了 So this is as simple as this one So this then is basically to the linear order Or sometimes we call it linear response 也就是說我今天加一個Electric Field 事實上會讓Distribution Function 從F0變成F 那它會改變一點點 然後那改變事實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OK 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原先的F0事實上 譬如說是往任何一個方向都是均向的 現在多了這一項之後 它其實就不是均向 那它在做什麼事 其實事實上它很可愛 它其實是把一整顆均向的分佈有沒有 其實稍稍會偏你一點點這樣 那如果你暫時沒有那個圖像沒有關係 至少在數學上你可以看到這一個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帶進去算 就是你最後得出來答案會長什麼樣子 So basically 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ontains two terms 可是這個第一項帶進來之後 你知道其實事實上這是VA 然後這是對所有的積分 那VA其實你可以往正的方向基 你可以往負的方向基 so it then becomes an odd function 所以你積完之後事實上是0 So basically the first term does not contribute 那你只要看second term就好了 那second term的話呢 就把它寫下來ja 其實就等於把這個帶進去之後 那前面事實上是有個q 所以它變成是q平方 tau c Right 那這邊的話呢 是有一個負的gradient 然後呢 我把它寫成component summation b等於1到3 OK 然後呢 把積分寫下來 積分 d三方p 除以2pi h bar的三次方 然後後面呢 再乘上一個2s加1 那這裡的dot就可以被寫成 負的df0 d對b這個component為分 再乘上1b Right 然後呢 這裡還有個va 所以最後得到事實上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式子 那我們這個時候只要稍稍提醒自己一下 conductivity tensor的定義是什麼 Cognitivity tensor的定義是ja等於summation b從1到3sigma ab 1b OK 不要忘記了 in general 你如果今天只加這個方向的ethyl 不代表current一定是這方向 它也可以怎樣 它也可以是這方向 也可以是這方向 Right 那這個方向是dissipated的current 垂直方向是叫什麼 加一個ethyl 然後會產生垂直方向的current 這叫什麼 可見我們瀑布都交太多了嘛 這瀑布你們學過這樣 再問一下 一個導線如果加這個方向的ethyl 欸結果發現電流是這個方向 這叫什麼 蛤 答對了 這叫霍爾消音這樣 只是你們霍爾消音不是這樣被教而已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霍爾消音這樣 So Basically you have learned these components 垂直的方向叫ohm's law這樣 那對不起 平行的方向叫ohm's law 垂直的方向叫ohm's law 垂直的方向叫hore effect and you just never taught that if you combine everything together it's just a rank 2 tensor OK like this one So by comparison you can directly write down the conductivity tensor so now let's try to write down conductivity tensor OK OK SigmaAB by comparison now can be written as Q square tauC integration divided by 2pi h-bar to the cube times the spin degeneracy and tim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basically these two that's V8 times minus df dpb OK 那這還不是整件事情最有趣的地方 那在這邊你可以偷偷地 喔對不起 這是df0 那我們現在可以偷偷地在外面下面算一下 就是負的df dpb 要怎麼算 那f0其實只是分為function 如果你今天要拿來對 momentum的b component做微分的話 哪一項其實會跟momentum有關 它其實就是e mu除以tau 它其實只有e有關而已 so you know this is nothing but minus df de right 然後再來用chain rule 就是 d1 dpb 那如果是對degenerate vermigas來講的話 df de 事實上就等於負的dfdmu 是一樣的 因為是e-mu 那我們上一行課已經教過 dfdmu是多少 是delta function 所以這個負負得正 所以基本上負的dfd 其實就是dfdmu 然後這個的話呢 d1dpb是什麼 能量對momentum做軌點完之後 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一個向量 那個向量是什麼 anyone 能量對momentum做gradient完之後是什麼 答對了 所以就是速度 所以你看其實是非常可愛的 於是它就變得很簡單 接下來呢 這個東西呢 就會差不多等於 delta e-mu 然後再乘上vb 那因為其實事實上 我們已經用了 就是接近靈溫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mu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寫成 deltae-ferming energy 再乘上vb 那你整個把它帶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得到competivity 非常漂亮在bozeman transport裡面 的prosmic form OK 所以你就把它帶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 sigmaab 其實就等於q平方 乘上tau c 所以 積分 v三方p 除以2pi的 h8的三次方 乘上2s加1 再乘上 就是接下來的 一個delta function 1-1 fermi 再來是什麼 va 再乘上vb so now you get this very beautiful form which basically compose almslaw plus hole effect 所以這是你們之前學過 非常非常簡單的就是 就是長這樣 那不過在這裡的時候 你們以前如果學hole effect的話 你應該還記得 你們是倒過來學的 你們是說 如果今天加一個b fill的時候 如果有個current這樣跑過去的時候 在transfer direction會怎樣 會build up一個voltage right 那其實這句話可以倒過來說 是說 如果你在這邊加一個e fill 然後在錘子的地方加一個b fill 你發現其實 一個steady state的solution 可以這樣跑過去 這是等價的 那在這邊 因為我沒有加b fill 所以呢 這個東西 雖然in principle 應該有hole effect 這hole coefficient 事實上最後算出來是0 所以你的常識其實事實上 就會告訴你 sigmaab其實就會等於0 如果a不等於b的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就你把它導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 就是什麼 它是symmetric 那這件事情是一直都是對的 也就是說 你從這個整個積分 你應該可以直接看得出來 sigmaab等於sigmaba and this is always correct 第二件事情呢 是sigmaab 其實事實上是等於deltaab 再乘上sigma 也就是它只有diagonal component 那這個的話 倒是不一定都是對的 我們其實只是在omplement OK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把b fill算進來這樣 你只要把b fill算進來之後 就不會有這麼漂亮的結果了 所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a跟b不相等的時候 積分起來一定等於0 因為很簡單 假設如果這是vx 這是vy 這是三次方的積分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拆開 有一個事實上 就是vx的平均值 which is 0 然後乘上vy的平均值 which is also 0 so you got 0 於是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算這個tensor 這個tensor算出來之後 只有diagonal element是怎樣 是不等於0的 其他都怎樣 通通都等於0 那可是又因為 我們一開始 這個e 它實際上是px平方 加py平方 加pz平方 除以2m 它其實在xyz方向 是完全都是對稱的 所以你知道sigma xx 跟sigma yy 跟sigma zz 也都一樣 所以最後雖然呢 它其實是一個tensor 然後呢 這個symmetry tensor 告訴你說 conductivity in general 其實應該要有 六個獨立的component 可是因為這些對稱性 在這裡最後出來 就只剩下一個量 所以它就變得很簡單 那因為變得很簡單 所以它就常被教這樣 所以你們教Ohm's law 其實事實上 都是在教 基本上connutivity的導數這樣 乘上一些geometry factor 也就是你們以前學過的resistance 可是它其實背後 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事情 它其實基本上告訴你什麼事 connutivity其實基本上是 就是這個系統裡面 the charge carrier the velocity va跟vb的什麼 的期望值基本上 so to some extent the conductivity is proportional to the 你們以前叫什麼 均方根數率 or something like that 這種東西這樣 方均根 yeah 就是rms velocity這樣 Ru mean square 好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你最後怎麼把它算出來 那接下來的算法就很單純 因為我們有個delta function 所以 所以你要做計算的話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代掉 那我們要把它代掉的方法是 replace momentum sum P integral into energy integral and we know how to do that OK integration 2pi h bar 2dq times 2s plus1 multiply by whatever things is basically equal to energy energy d times the density of state per volume ok times something 不要寫問號了 所以基本上 這樣一個積分式上 跟這樣一個積分是一樣的 那唯一需要稍微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angular average 就是 要先看一下 因為 sigma 事實上 當然就等於sigma xx 就等於sigma yy 就等於sigma zz 所以你要算哪一個其實都可以 那 反正你最後譬如說 e fill是在x方向好了 那你最後出來事實上 你的 比如說v xk被寫成是 v cos θ 然後它是平方 所以它事實上是平方 所以你的angular average 算完之後呢 事實上會給你一個 三分之一的v平方 OK 所以你把這兩個 combine在一起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computivity 就等於 就照抄下來就好了 就是q平方 tau c 來 再來的話呢 是 積分 對energy的積分 乘上density of state 乘上那個delta function e減掉 e fermi 最後再乘上 三分之一的velocity square 那這個積分 基本上等於不用積 因為你有delta function 所以你就直接把integrate 帶進去就好了 所以你最後就會得到 三分之一 q平方 tau c 乘上v fermi的平方 再乘上density of state at fermi energy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就是說 你的conductivity 最後算出來之後 其實它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non-trivial dependence 你知道 it's only on fermi surface 所以如果你喜歡衝浪的話 其實你要很認真地想一件事情 其實每一次你在傳導電流的時候 包含這個燈在亮或所有的東西 當然每一次你在傳導電流的時候 因為電子是fermia 所以它們就會疊成一個海 你看不到這樣 好 然後是這個海面上面的ripple 在傳你所有的電流 大部分的電子 其實只是坐在那邊看而已 所以這告訴你一件事 你真的 好像一群人混在一起之後 反正最後做事總是一小撮人這樣 那 反正那一小撮人就可以 維持整個組織繼續 繼續存活下去這樣 那希望大家就是跟這一些優秀的 faring surface 的電子看齊這樣 好 so that's actually something pretty cute and this is complete quantum 那很不幸的是 這一個quantum expression 有一個非常classical的表示方法 所以一開始在被導出來之後 就造成科學家的困擾這樣 就如果大家一開始就是這樣導出來 其實就不會有困擾 有些時候就變成是 就跟千恩子模型事實上是一樣的 就大家可能沒有很認真的去想 因為你們高中的課本好像被刪掉了 大家還記得Rosevelt的實驗嗎 還記得嗎 他就把金箔打得很薄很薄 然後就開始這樣趴亂撞 然後就叫他兩個助手 在那邊看到眼睛快要脫窗 就是說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那你們聽到 就是偶爾會有大角度的反射 你要記得一下偶爾意思是什麼 偶爾意思就是 就是當你盯著 那時候還沒有很好的 Electronic devices Right They don't have iPhones and other things They don't have apps 所以他們就是兩個人在那邊看說 什麼時候亮一下 然後就記下來 所以常常其實事實上一兩個小時 才有幾個single event 然後他們要統計這些rare event 然後最後不是導出一個非常漂亮的 跟sine theta over 2的四次方成正比 I guess you don't know that too OK 好 所以他就消失了這樣 那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拉塞福就是這麼快樂 就是convince大家 就是說 其實之前就是說已經有日本人 對不對 他其實已經提出這個模型 然後一提出來之後就被嘲笑這樣 就是說他阿果真是活在遙遠的海島上面的科學家 才可以提出這種爆銷的模型 為什麼 因為那是很白癡啊 就是藏鋼模型 就是說所有東西集合在這 然後旁邊在照 你是沒學過電磁學嗎 這樣照一照之後就會輻射 然後就散開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模型就完全被丟到垃圾桶裡面去了 然後Rosefer為什麼重新把它提出來 然後現在還有時候叫Rosefer Model 就是很奇怪 是因為他是紐西蘭人嗎 當然不是 是因為實驗上面 他可以直接從cross section證明出來 給你去看一下這個巧合是非常漂亮的 他是用古典的庫倫作用力 然後去算這個cross section 我敢跟你打包票這樣 就 I can challenge you OK 就是你們大三的量物學完了 回去自己去算一下 從你學過的shoringer equation 去把這個非常簡單的cross section 算出來一次這樣 我猜你們大部分都算不出來 所以很顯然它很難 對不對 可是這個很難的答案 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把它算出來 你會被嚇到這樣 It suffers No quantum corrections 就是這裡有一個氫原子這樣 然後就是α粒子進來這樣 然後你把這個cross section的分部算出來 你發現你用shoringer equation去算 跟你用非常classical兩顆鋼珠 然後有一個culture equation去算 算出來答案是一模一樣這樣 這是為什麼 拉塞福提出這個model的時候 沒有被其他的物語學家笑這樣 如果這個中間有quantum correction的話 拉塞福當中撞完之後 就會發現classical physics就不能解釋 那有原子核這件事情就會被delay 很久才會被發現 So sometimes things like that is pretty cute 那同樣的事情也是一樣的 其實這一個我們最後可以導出一個 Semiclassical的方法 所以呢 conductivity早在量子力學被發現之前 就已經被算出來 可是那是一個巧合的錯誤的了解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巧合 錯誤的了解是什麼 好 好 那個巧合錯誤的了解是這樣的 對不起 因為對parabolic band而言 density of state at 1 Fermi 其實事實上呢 就等於3n除以2e Fermi 所以如果你把它帶進來的話呢 conductivity tensor sigmaab 就等於deltaab 乘上 3分之1 q平方 tau c vf的平方 然後再乘上3n除以2eF 這個真的是科學上非常大的不幸這樣 所以你看一下喔 1 Fermi是什麼 或者是2e Fermi是什麼 它剛好是等於mv Fermi的平方 所以它就把這個消掉只剩下一個大m 然後呢 這有個3 這有個3 所以這3也消掉了 所以你的angle average也不見了 所以呢 你最後看到其實事實上是deltaab ok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nq平方 tau c除以m 然後當然你們對classical transfer不是那麼熟悉 可是你一旦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呢 drip velocity的概念就出來了 這個你可以直接回家 就很簡單的用你們學過的 Galalia的這個公式這樣 就直接可以推導出來這個 這個computivity長這樣 所以drew當時第一次導出這個東西 這叫drew的computivity 他當初導出這個公式的時候 真的就是假想一顆電子 然後他就遵循什麼 f.ma 然後就下去導刀完之後就長這樣 然後結果導出來發現 就是跟quantum的 在這個level是完全一樣 所以這是個巧合 就是在linear response theorem 的regime底下呢 你quantum算出來的concertivity 剛剛跟你semiclassical 或者甚至classical算出來 其實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ok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你感覺好像是說 這一個其實事實上 是給你非常嚴重的誤導 它其實事實上是跟 所有的particle的什麼 density有關 所以感覺變成 這一個picture 你把它寫成這樣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說 其實事實上是 所有的電子都在帶電 然後他們是用一個 非常緩慢的頻率速度 在帶電這樣 可是在那裡的話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其實事實上是告訴你說 在firmive level 有這麼多的state 它可以帶電 然後它每一個事實上 都是以什麼 firmive velocity firmive velocity 其實基本上都是1%的光速 非常快的速度在帶電 所以這是 雖然是 數學上完全很等價 可是在物理上 事實上是可以被分辨的 這個是說 所有人都有分 每一個人都怎樣 非常乖的 然後就是慢慢的 像我這樣走路的方式在中 然後這個的話是說 沒有只有一小撮人這樣 然後他們非常快的速度 在傳電流這樣 那當然在 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這兩個picture 你導出來之後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去鑑別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鑑別 我們的科學量測已經 已經非常棒了 你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電子證是跑多快啊 那這個公式是對的 當然我不能說這個公式是錯的 因為這個公式跟這個公式一樣 只是這個公式事實上 會給你錯誤的認知這樣 OK 所以希望大家稍稍認識一下下 好 然後你們課本 就是用那種 什麼 mU剛好等於EV 導出來的方法 其實那個 下面我會跟你講 為什麼那會對這樣 可是那樣的導法 其實是 偷偷用了 Einstein Relation 這樣 所以 so in principle that's actually wrong 好 那我們導出 connectivity 之後接下來我們其實 要看的就是 Mobility怎麼導 好 那Mobility或許是 你們現在比較不熟悉的一個量 那不要忘記 Mobility的意思就是說 最後其實這個System 會有個Drip Velocity U 然後它其實事實上 是等於這個Particle的Mobility 然後再乘上E 那可是其實我們知道 這一個U 如果乘上Q再乘上N的話 它就等於什麼 它就等於 我們的Charge Density 然後它應該是等於C SigmaE 所以呢 事實上 你可以直接得出來 就是 Mobility 其實應該等於 Conductivity 除以Q再乘上N 那因為你導出來是長這樣 所以你把它除掉之後 你發現Mobility 非常的簡單 你發現在這個Case底下 Mobility等於Conductivity 除以NQ 所以它把其實事實上 總共有幾個Particle 那一個給除掉了 除完之後呢 你發現它其實真的 就只跟Q Q Tal C 除以M有關 那如果 其實大家對於 量子力學的發展 其實就是說 對Mobility 的話你知道 一個Particle Q over M 事實上是可以直接從 它在磁場的軌跡 直接抓出來這樣 So basically You found the mobility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al C 這是為什麼這個量 其實本身是非常有用的 它其實基本上 就是你把Qm除掉之後 它其實就是一個 間接測量 Tal C 非常簡單的一個辦法 OK 所以這個是這邊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前面學過的 Diffusion Constant 這邊學過 Conductivity 其實兩個是不一樣的 Diffusion Constant 是來自於說 如果我今天 有一個Density Difference 那因為 Policle在裡面就是亂晃 所以就晃出來 就有一個Net Current 那那個Net Current is described by Fick's Law 所以Diffusion 在某個程度上 事實上是什麼 是Fructuration來的 那Conductivity是什麼 Conductivity是說 今天這個東西 它因為有Impurity 所以我今天 Electric Field Drive它的時候 它最後會有一個 Average Velocity出來 那那個Average Velocity 會造成一個什麼 一個Current 那這中間的係數 事實上就是 Conductivity 或Mobility So there are actually Different Origins 那你用一個Electric Field 去Drive System 為什麼最後它變成等速運動 這個是非常出名的 Dissipated Current 你要記得一堆例子 如果沒有受到任何摩擦力的話 你如果今天給它一個Constant False 它應該怎樣 它應該會加速啊 所以它不加速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它會放著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Dissipation 那這兩個之間有一個關係 叫做Fructuration Dissipation Theorem 那我們上學期已經學過了 就是上學期的Junson Noise 跟Niquid Theorem 其實就是這一個 那Einstein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derived the explicit form of the so-called Fructuration Dissipation Theorem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其實它很簡單 它真的很簡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你怎麼把它們連在一起 你看這邊 Mobility 其實是Q3m乘上Tal C對不對 那大家還記得嗎 如果Diffusion Constant 在High Temperature Regime 的時候呢 事實上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三分之一 Tal C 然後Average的V平方 所以它事實上是等於 Tal乘上Tal C3m So as I promised Diffusion Constant 在高溫的時候 其實是正比於T 那T事實上 Tal其實就是 Thermal Fructuration Thermal Fructuration 那它也是0.2的Proportional Tal C 所以你就注意到了 如果你今天把這兩個東西 相除的話 就是你把D拿來 除以μ2 then you get something really simple 就變成Tal Tal C Tal C 然後那邊的話呢 是Q乘上Tal C Tal C 所以M消掉了 Tal C也消掉了 所以你最後得到的事實上是什麼 是Tal 3 Q 那你最後如果把它乘開來的話 它其實就告訴你 Q乘上D之後 其實事實上 就等於μ2的乘上Tal 那有一些教科書 它的定義 它的Mobility的定義 不是定義成 Drip Velocity Driven by Electric Field 而是定義成 By External Force 那這個時候這個Q就會不見 所以整個的重點是什麼 整個的重點就是 如果不要去記這個Q的話 整個的重點就是 Diffusion Constant 跟Mobility 事實上是什麼 是有個關係的 這個關係有多簡單 這個關係就是 Mobility乘上Tal之後呢 就等於Diffusion Constant OK So it'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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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上學學過的 就是說 那個Voltage的Fructuration 最後是等於什麼 還記得嗎 4倍的R在乘上什麼 在乘上頻寬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事實上 他們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這個Mobility 其實告訴你是 這個System 在Electric Field以下 Dissipation是長什麼樣子 That actually corresponding to R 那這裡的Tal 其實事實上跟Tal是一樣的 那這個V平方 其實事實上就是 你只把它除過來而已 所以其實這個是Fructur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等式的左邊 事實上是Fructuration 等式的右邊其實是Dissipation 它們之所以可以連結在一起 其實是很漂亮的一件事情 OK Good 所以這一個關係呢 就叫Einstein Relation 嗯 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在Notes裡面 有特別問大家一個 非常可愛的 框起來的Q這樣 So you can actually try to derive what's the quantum version of Einstein Relation OK It's not this simple 就如果你今天 是在Degenerate Fermi Gas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推到D 大D對不對 你也是可以算出mu tilde出來 那它們的關係是不會是 像這個這麼簡單 它們會是比較複雜一點 那它會長什麼樣子 嗯 那這個就留給大家去算這樣 OK 好 嗯 對 但是這個D為什麼是高溫 嗯 說得很好 那D其實也有低溫 D其實也有高溫 那Conductivity也有低溫 Conductivity也有高溫這樣 那D算出來的低溫 我只算低溫給大家看 高溫的話 課本有你們自己看 那Conductivity的話 我也只算低溫這樣 那高溫也可以算 高溫其實很好算 所以算出來之後 其實還是一樣 嗯 還是NQ平方 TAUC3M 所以 我就沒算了 Good question 所以不要忘記 Einstein Relation 有低溫的一個關係是 有高溫一個關係是 那Einstein在那個時候 量子學根本連個影都還沒有 所以它當然不是算低溫的狀況 所以它算的是高溫的狀況 對吧 對 所以呢 它算的是高溫的狀況 對啊 嗯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Good 我們算的東西在牆上耶 嗯 很好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算了很久 其實我一直沒有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equilibrium state 跟steady state 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And it's quite surprising 就是當你今天 其實找 對的東西之後 欸 所有的東西它就是自己會很漂亮的展開來 其實這是為什麼你學物理這樣 如果所有的東西都要做detail的balance 跟所有的東西它才會 欸 它才會有效的話 其實這是工程學家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你在研究自然科學其實最好玩 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所有不同的現象 你只要抓對了 在這個敲門之後 它們展開來之後 自己就會變成什麼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從Boseman Equation出發 如果我今天只是很單純的問說 欸 它的平衡態應該是什麼 我們算了兩個 steady state 那這兩個steady state的coefficient 一個是diffusion 一個是conduction 那它們兩人之間 最然有關係這樣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對Boseman Equation 有更深刻的了解的話 You should already know that relation 那我現在其實會是在high temperature region OK 所以我現在要導的是在high temperature的region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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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暫時不要先用這個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Boseman Equation 好了 DF DT OK 加上velocity.gradientR F 加上externalForce.gradientP 就等於負的 F減掉F0出一套 我現在在問的一個問題是 CriterionForequilibriumEpheline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不做任何奇怪的事情 我不在electrithel 我也不故意把particle pump進來 pump出去 我只是說 我今天就有一個這個東西 close system 我把它丟進去 我可以加外場喔 然後它最後達成平和了 然後我去看它 它應該滿足什麼條件 所以我再rephrase就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的問題就是說 我今天譬如說給你一條銅線好了 我現在沒有把它接到外面來 我就是一條銅線 我在裡面可以加各式各樣 我喜歡的什麼 的電場 然後它不會隨時間動 然後隔了一陣子之後 它會怎樣 它就會達到平衡態嘛 然後它達到平衡態之後 到底最終最終 你的平衡態條件是什麼這樣 好吧 那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就來到這個 那因為呢 最終的F 因為我現在不是導 Static State 我是導Equilibrium的State 所以你的F 就等於F0 就等於 假設你今天 它可以有外場 所以它事實上是 Canadian energy 加上 potential energy 再減掉chemical potential 再除以超 再加上1 分之1 那我在這邊所有寫的東西 我懶得把函數寫出來 因為它們 in general v是r的函數 mu可以是r的函數 tau也可以是r的函數 e的話是p的函數 那因為寫出來太恐怖了 所以我就不寫 所以這一些事實上是 你最後猜的答案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們應該滿足什麼條件 所以呢 你就把它帶進去 那你把它帶進去 當然你就會發現 因為它是equilibrium state 所以這一項其實是0 那這一項呢 也是0 因為你不需要再relax的 you're already in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 so you end up with this very beautiful thing which is v dot gradient r plus f external and gradient p so we need to evaluate these two so what is gradient r 那這個時候呢 it's more convenient to call this whole argument at some number z ok 所以你對r為分呢 其實就等於df dz 再乘上gradient rz 就好了 對不對 用chain rule 那gradient rz是什麼呢 well 首先呢 這有兩項這樣 所以你可以先為前面這一項 那一項的話 第一項圍出來是0 第二項圍出來是q gradient v 那一項圍出來是q 那一項圍出來是q 減掉gradient mu 所以這是為前面 再來是為後面 為後面的話 就會得到減掉1 over tau square gradient tau 然後後面就造超 就是1加上qv 減掉mu 所以這個是gradient r 我一出來長這樣 那如果你是對momentum 微分 它就簡單多了 同樣你用chain rule 先對z 微分 然後這個z呢 再拿來對momentum做微分 那這個z拿來對momentum做微分 it's almost trivial because only this term depends on the momentum right so that basically equal to df dz 然後有個1 over tau 然後不要忘記了 gradient p1 equal to what velocity right so we just derive that great 所以就有這兩項 多好啊 所以你現在的bozeman equation呢 再寫一下 那 你就會發現 大家 都有df dz這樣 so rewrite the 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那 這一個東西就會等於是 v去 dot 這裡面一大串 那因為這個可以提出來 所以我把df dz 然後one over tau 提出來 sorry 我寫開一點 所以前面那一項是 你把one over tau df dz 提出來 然後是velocity 去dot 這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前面這一項是 q gradient v 減掉 gradient mu 後面這個是減掉 1加上qv 減掉 mu 除以超 乘上gradient超 很有趣齁 然後呢 再來是第二項 第二項的話是 加上 這一個 所以它是one over tau df dz v v去 dot external force external force 是什麼 負的 q gradient v 好 我還是 對不起 然後最後這是個 equation 所以大家就等於0這樣 那我還是稍稍的雞婆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計算 它告訴你很多很漂亮的物理這樣 它其實告訴你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 Boltzmann equation 其實導出來之後 它要有整個變動量 其實事實上 這一個整個寫下來是什麼 左邊寫下來 其實就是大的 df dt 就是這一塊在這樣子跑的時候 到底你的 distribution 是怎麼動的 那因為你是在 equilibrium 所以它不會有 explicit time dependence 所以它就拿掉 所以剩下來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 就是這一整塊在變形的時候 大的 df 是怎麼動 那因為它是在 equilibrium 所以事實上 scattering in 跟 scattering out 一定會達成平衡 所以那一塊也不會動 所以其實事實上 這個計算 雖然是在中間 它其實告訴你很漂亮的物理 它告訴你說 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造成這個 system 有 non-trivial distribution Well 第一個是什麼 加外力 那這是很容易理解 第二個是什麼 讓 chemical potential 隨著位置會改變 這個是 electronic device裡面 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什麼 讓溫度隨著不同的位置會改變 所以其實像 Boseman equation 其實是很深刻的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它把這些 這些law全部都結合在一起 更漂亮的一件事情是 你大家會看到 就是說 你打完之後 你就會突然發現 你數學太好 物理太差 所以你才需要這樣做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全部打完之後 才突然發現 蛤 為什麼我剛剛在推導之前 沒有直接得到答案呢 因為答案是非常爆笑的 所以首先 你應該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 這一個跟這一項怎樣 消掉了 來 所以我們把剩下的項全部寫下來 你就應該得到 那因為其實 所有的項前面其實都有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拿掉 因為它不會是零這樣 所以基本上其實 然後你會負負得正 所以你得到的第一項 其實就是 v 去 dot gradient mu 加上 1 減掉 1加上 qv 減掉 mu 除以 tau gradient tau 事實上最後等於0這樣 可是因為這一個東西 事實上是對 所有的momentum都對 所以這個v其實事實上是什麼 是任意一個向量 那任意一個向量 dot 某一個向量等於0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那個向量本身是什麼 是0 所以你應該就得到了 gradient mu 加上 1加上 qv 減掉 mu 除以 tau gradient tau 等於0 Well OK 這告訴你說這兩個向量是linear dependent 可是他們的 dependent coefficient是怎樣 是可以變的 是可以變的 因為這個是 這些是r跟p的函數 所以它一定會有不同的值 對不對 所以意思告訴你 就是說你最後得到的 其實是兩個向量 各別的要是0 所以你得到第一個condition 是gradient mu要等於0 第二個是gradient tau要等於0 那你算到這之後呢 你就突然噗痴的笑出來了 它告訴你什麼事呢 它告訴你在平衡態的時候呢 你任何一點的位置的chemical potential 都應該怎樣 等於一個常數這樣 在平衡態的時候呢 你任何一點的位置的 tau呢 都應該怎樣 都要等於一個常數 這不是廢話嗎 我們不是在很古早很古早 沒有教你們所有的 系統的熱頻怎麼達成之前 我們不是就講過這件事了嗎 我們不是在上學期就講過這件事了嗎 給你一個closed system 它們可以交換particle 它們可以交換能量 最後達成平衡態的條件是什麼 是mu 是常數 tau 是常數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你應該稍稍的反省一下你自己 就是剛剛你在這邊 我一開始還特別問一下你們大家 一個closed system 我不管裡面加了什麼力 或什麼東西 反正就等一陣子 讓它最後達成熱頻衡 我問說熱頻的條件是什麼 如果你物理夠好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算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你就是這樣說很簡單 就是mu 是常數 tau 是常數 Did you know that? 所以這個是漂亮的地方 OK 好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這個例子還有另外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從同樣的概念 既然Boseman transport equation 似乎已經隱含了所有可以drive current的特性 那它有沒有可能偷偷的也隱含了 兩種不同drive current的特性之間 其實是有關聯的呢 那如果你想到這個的話 那就很棒 你就可以 從更深刻的地方 導出Einstein relation 那quantum的比較複雜 所以我不在這邊導 我在這邊就知道 我在這邊就知道 Einstein relation in high temperature regime 好不好 那因為我剛剛其實已經跟大家講了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只要是一個closed system 就會達成這個平衡的話 那因為我們已經解完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F0 認真地寫出來給大家看 它其實是R跟P的函數 那這時候因為我已經解完了 所以它就是exponential E事實上是P的函數 加上QV事實上是R的函數 減掉mu呢 是不是任何人的函數 它就是個常數 除到t t也不是任何人的常數 加上1分之1這樣 這個是在low temperature的時候 它就是說 universal裡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在high temperature regime 這個東西變得比較簡單 就是這個變得很大 所以這個可以拿掉 所以它就變成是exponential 負的EP加上QVr 減掉mu除以tel這樣 And I don't need to repeat a calculation 就是如果你從這一個 classical的ideal gas出發的話 你最後可以把density 跟chemical potential的關係寫出來 它會變成是 mu減掉QVr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tel log n除以nq 好不好 所以 那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上學期已經導過了 所以我在這邊就不再 不再重新導一次 也就是說 其實你從這個 非常簡單的distribution 你可以直接導出 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這個系統 我們知道 其實最後的total current是0 因為它是在 equilibrium的狀態底下 right? so the total current should equal to 0 可是這個current 其實事實上 是有兩個origin 一個origin 其實事實上 是diffusion來的 另外origin是什麼? 是因為我加了外場 這個外場可以有drift right? so basically you have current coming from diffusion and you have current coming from drift 然後這兩個加在一起說 應該要等於0 這個是你心裡面偷偷藏的東西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分別算diffusion跟drift 那你就會發現 這樣一個簡單的平衡關係 就是Einstein relation 那也就是說 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其實本身隱含的fructuration跟dissipation之間 必須要有什麼樣的關聯性這樣 and it is still quite amazing actually I don't really know why this happens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去算diffusion造成的 那我們知道jn 事實上是等於-dgradient n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算diffusion造成的current的話 你就乘上一個q 所以它就等於-qdgradient n 那我們把gradient n 少少massage a little bit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那個黃色的框框 如果左右兩邊同時取gradient的話 你會得到 -qgradient v 就等於tau 然後logged gradient 事實上是等於1 over n gradient n ok 所以你發現了就是gradient n 加上一個負號 把負號移過來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這個tau除過來 n乘上去 所以就等於qn除以tau gradient v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帶上去 你就發現它其實就等於 qn除以tau 所以是q平方 nd除以tau 再乘上gradient v 所以這是第一個漂亮的地方 就是diffusion 造成的current 可以根據fix law 然後平衡態的條件 直接算出來是長這樣 那 那 what about drift well that's simple too 不要忘記了 根據 定義 drift velocity 事實上就等於mobility 乘上electric field 1 對不對 那 對不起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寫下來的話 我們兩邊要算 current density的話 只要再乘上n 再乘上q就好 所以這邊就乘上n 再乘上q 所以呢 你就發現 由drift造成的current 事實上就等於 n q mu tilde 然後把e化掉 electric field是什麼 是等於 負的gradient v 那你現在呢 把diffusion跟drift加在一起 你發現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 這個呢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 q平方 n b 除以 超 後面這個東西 是等於 減掉 n q mu tilde 然後再乘上gradient v 就等於0 我還是再一次強調一件事 unstine resistance 看起來像是什麼 只是說一堆number之間的關係 可是我現在推導這個東西 不是一堆number之間的關係 我這邊推導是說 在任何一點 只要是處於平衡態 它總是會有diffusion造成的current 會有drift造成的current 在任何一點 在任何一點 這個加在一起都是多少 都是0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強的條件 也就是說 這一個diffusion造出來的current 其實是個什麼 是r的函數 這個drift造出來的current 它也是什麼 它也是r的函數 這兩個函數 你把它加在一起之後 它怎樣 它要exactly等於0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不是所有的函數 你可以隨便調前面的常數 它就會exactly等於0 它們至少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是相似的 你才能夠調一下 最後它們變成0 所以其實漂亮的地方是說 即使是乘上這個gradient v 其實它全部都是等於0這樣 然後最後其實只要這裡面 是對的就好了 那這裡面如果只要是對的話 你會發現 你可以把nq提出來 所以你就把nq提出來 所以這是nq這樣 所以你就發現 其實事實上 你還是一樣 就會推導出來 就是qd 就等於mu tilde 再乘上套 這個 所以這一次是 其實是 是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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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它除了告诉你 就是三个不同的Law 然后还告诉你 Equilibrium Condition事实上是对的 也就是说你之前学过 就只是很理论讲说 最后达成这个平衡 那μ必须要去常数 Temperature必须要去常数 然后它还告诉你 就是说 其实 Current Detail的Balance 就会给你出 给出Einstein的relation出来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结果 这个 It's just so beautiful And all these things Actually coming from A little tiny assumption 你回去去想一想 就是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它到底用到什么样的 Assumption Then you will be amazed So this whole idea of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Works Because somehow Face-based Is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In Classical Dynamics OK That's why you learn Hamiltonian Mechanics 当我还是大二的时候 我在那边学 Hamiltonian Mechanics 我在想说 这些人是因为太无聊了吗 就他们是在等待 Einstein的诞生 所以他们就把 F等于MA写成 Lagrangian Lagrangian写完之后写成 Hamiltonian Hamiltonian写完之后写成 Hamilton Jacobi Equation 他们是因为已经太写了 所以就把 F等于MA 从F等于MA写成什么 写成变分法 对不对 从变分法写成什么 写成流体力学 再从流体力学最后写成 Hamiltonian Jacobi Equation 变成Postu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你会发现 就说 这整个不是都是F等于MA吗 它只是数学越来越难而已吗 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It turns out This is actually deeper than that OK 所以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F等于MA写成的成功 其实事实上 是很漂亮的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Somehow 这个Colastico Mechanism Face Space的概念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一个东西 The Classical Dynamic 其实事实上 它正确的描述方法 就是它的位置跟动量 And think about that You would be amazed 就说 那我们在量子力学上面 其实Face Space有多重要 它是一样的重要 它只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在Face Space里面 不再是每一点都量得准 就这样而已 So it's still the same face space Except you have intrinsic uncertainty That you just cannot pin down the exact momentum and the exact position OK So in face space We see how Classical Dynamics meets with quantum mechanics 嗯 好 酷 所以这是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正确的部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最后我们就是稍稍的 Touch on a palm When you expect that The BTE doesn't work 那它很简单 反正你要唱睡人家 永远是很简单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就是不要乱用就对了 如果你是在这个regime的话 那我们推导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不推导 我们用argue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 就是反正你要唱睡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很简单啦 如果你今天在face space里面测不准的话 你就怎样 你就完蛋啦 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测不准原理是什么 就是位置 DELTA R DELTA P 请原谅我现在就比较sloppy的 那这个R就是XYZ 这个P就是PXPYPZ这样 所以在这个东西事实上你REQUIRE DELTA R DELTA P必须要怎样 它不能是在测不准原理的附近这样 其实你事实上是要求这个要圆圆大于H bar 那DELTA P的话 事实上你可以直接去估算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thermal temperature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小 就是 它其实DELTA P差不多就等于根号 2M超 所以你可以相对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会告诉你 DELTA R其实要远远大于H bar除以DELTA P 那H bar除以DELTA P 其实最后出来 其实事实上就是所谓的thermal wavelength 那它出来的话 up to some other factors 不用太在意前面的2π 不同的书的定义不太一样这样 所以重点是 λmT其实基本上是1 over square root tau OK 所以你最后就发现了第一个quiterion 就是你的测误准 DELTA R呢 必须要远远大于什么 thermal wavelength 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 这个概念基本上是说一个particle 事实上它在温度tau的时候 其实它momentum会有个uncertainty 这个momentumuncertainty 其实告诉你说它其实差不多 你把它平均完之后 它最后有个typical的energy typical energy是tau这样 你藉由这一个东西 可以把它转化成是 它的deboil wavelength 是长什么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 在那个温度的时候 其实它典型上来讲 它有一个range里面 它其实像是quantum 你会希望说它们不要怎样 它们不要彼此看到这样 也就是说你只要离那个quantum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quantum in nature 可是我们在跟人家social的时候 可能都是用classical dynamics 就是问说你好吗 或干嘛 就如此类的 so as long as你没有invade别人的quantum regime 就不会产生quantum effects right 所以虽然你是quantum particle but you behave like classical particle so there's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so what this means is very simple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potential是长这样 那你potential是长这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是说 好啦 就是你学完之后就会知道 就是说你最后会解出来 potential在你的bounce state呢 事实上 会有个大小 你现在要求这个potential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是smooth 如果你的potential不是太smooth的时候 这个deltaR最后就变很小 deltaR如果变到小到最后怎样 就压迫到你的quantum nature的时候 你就抓狂了这样 那时候你就不能用Boseman transport equation 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有趣的件事情 根据uncertain principle的argument 你知道 就是说这些particle在跑的时候 它其实本身 其实就有一个什么 就有一个intrinsic的quantum nature 那如果你的potential 有没有 是非常怎样 是非常smooth的时候 那你的weight package 其实通常就可以长很大 比如说你在planet weight的时候 planet weight就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意思是就告诉你 因为你是无所不在 所以你等下来是无限大 所以你永远都满足 所以这是非常爆笑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误以为说 我今天就是有free particle 然后在那边 让来让去 让来让去 这看起来都是quantum 然后所有的东西 it's actually not 如果你真的去量它 当particle都没有interaction的时候 it just behave like classical particle except when you are doing interference effects ok 如果你只是去量non interacting particle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们其实看起来 事实上非常像classical particle 所以这是第一个quarticle 另外一个quarticle讲完 我们就下课 就是从另外一个uncertainty principle出发 就是delta e delta t 乘完之后 要远远大于h bar ok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一样 delta e差不多是tau 所以你最后会得到 那这个delta t 其实是什么 delta t是particle lifetime 那在这边 什么是particle lifetime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 其实particle有个momentum 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挂掉 因为它被碰到 所以它变成另外一个momentum 所以对那个momentum的particle 来讲它就怎样 它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delta t 其实差不多就是scattering time 这个差不多是tau 所以事实上你会要求 你的scattering time 事实上要远远大于h bar 2 e tau 那这个意思告诉你什么事 这意思告诉你说 你的scattering event不能怎样 不能太频繁 如果你今天sample 非常非常肮脏这样 就脏到某程度 它是整天在撞的时候 那ponder interference effect 就会出现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其实也是还蛮单纯的 就是说当你今天 撞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会有quantum的fringing 出来这样 那你希望再撞到下一个的时候 这个fringing effect 已经消失了 所以如果你不要 撞得太频繁的时候呢 你在撞的过程里面 这个跟这一个scattering event 不会有quantum interference 也就是每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简单的 scattering event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跟大家提 Rasov的scattering experiment 其实可以是对的 因为它把金箔打到非常非常薄 其实事实上 所有的alpha粒子 都在里面撞一次之后 就怎样 就跑出来了 这叫spars scattering limit 那因为它很少撞 所以其实事实上 它不会在里面撞一次 撞一次然后再跑出来 如果它是会撞两次 再跑出来 事实上这两次之间 会跟它们的related phase有关 quantum effect就会出来 那classical event 其实就不会 就不会是对的 所以在这边其实也是一样 只要你的sample不要太脏 那它这样撞撞撞撞撞完之后 其实它就像是classical dynamics 所以基本上 那当然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还有其他的limitation 那其他的limitation 对你们来讲 其实就是我现在讲的 你也听不懂这样 可是它有两个最基本的limitation 一个就是你上面的potential 不可以太尖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系统呢 不可以太脏 那你仔细再去思考一下 其实这两件事情 是同一件事这样 当一个sample非常脏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它上面的random potential 怎样 非常的严重 它random potential 如果非常严重的话 电子放在里面 就会怎样 微方形就会被localize 所以呢 当这个被violate 通常这个也会被violate OK 当然它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就是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gether 那我们今天上课呢 就上到这一边这样 嗯 好 所以回去的话 希望大家就是 好好的认真看一下 那个 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那一部分 那你们课本有high temperature 跟low temperature regime 其实 你自己真的要go through一次 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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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